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 我们上次我们看了一个立体 就是我们的积分 最后的积分的计算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立体 在讲曲线积分的时候 L2xydx加上x平方dy 那么L它可以是这几个方向 是从0,0到1,1 我们沿了这几条方向 x等于y平方和y等于x平方 这是y等于x平方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条 这路径是这样的 这样积分都是一样的 三条积分 三条不同的路径 积分一样 它是结果这个是等于1 这个积分是等于1 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立体 那我们再由我们前面 我们再讲这个曲线积分的基本定理 曲线积分的基本定理 我们讲过了 这样的曲线积分 我们是 F的T度 HODR 这是等于FB减上FA 那很明显 这个跟我们积分路径无关 这跟起点和终点有关 那我们问题是 我们现在问 什么时候跟它的路径无关 那我们说积分与路径无关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L1上面的积分 FDR 等于L2上面的积分 FDR 对所有 起点与终点一样的 起点和终点相同的曲线 L1和L2来说 这个我们叫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么我们有哪些情况积分与路径无关呢 那我们有这样的条件 积分与路径无关 的条件 我们有这样的定理 这几个定理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 我们说在区域 我们说在区域 D 内 几个以下几个条件是等价的 就是第一个这个积分 FDR FDR 与路径无关 它等价于什么呢 等价于这个F是保守场 也等价于是什么呢 F是保守场 也就是说我们的P 偏P 偏Y 等于偏Q 偏X 这是2D 平面上的 然后偏P 偏Y 等于偏Q 偏X 然后偏P 偏Z 等于偏R 偏X 然后偏Q 偏Z 等于偏R 偏Y 这是3D 当然2D的话 我们也就是说 F它是等于 等于P X Y 乘上I 加上Q X Y乘上Z 然后3D的话 三维的情况下 这就是F 就应该是P X Y I 加上Q X Y G 再加上R 这也是X Y Z 三维的 P X Y Z I 加上Q X Y Z G 再加上R X Y Z K 三维的话 它就应该有三个 有三个分量 那G 当然说 我们要求这个时候 区域D 是 我们区域D 是 D应该是 我们说是单连通的 当然应该是D应该是单连通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连续的 PQ R 是 一阶连续可导 这是我们是保守场的定义 第四个是沿任意币曲线积分为零 我来写成这个形式是我们是二维和三维的 我们写成这个形式是我们是二维和三维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形状表示出来 那么我们 这个证明 我们就 那我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从第一个 嗯 我们是倒过来算吧 嗯 我们从第二开始 2就等于2和3是等价的 这个我们知道 从1到4 1到4比较好比较好算一点 1到4 这个比较好算一点 那我们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是这是B点 这是A点 我们沿这条曲线积分 等于沿这条曲线积分 那我们来看 这是L1 这是L2 那么L1 等于L2上的积分的话 那我们就是L1 加上 我们减减去L2 减去L2上积分等于0 那么 所以是L1加上 L2的一个负的 那不就是这个B曲线上的积分 啊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等于0的嘛 这个就等于0 这个就等于0 那么L1和L2 L1和L2就组成了一个B曲线的嘛 等于L1加减去L2 所以积分就变成0了嘛 那么第2到第1这个简单 2到1也是我们已经证明了的 2和3本身是等价的 2和3本身是等价的 我们也算过了 那么我们从1到2 这个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看一看 那么从 怎么说呢 嗯 从这个 呃 4到2也简单 1可以到4 4可以到2 4可以到2也简单 啊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格林定理 格林公式 格林公式 如果沿任意必须先积分为0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就用二维 用二维的格林公式来算 在平面上用格林公式来算 这是平面上的 如果是立体的话 我们要用到 啊 stocks公式 这是三维的 呃 空间上的 所以这里我们 这种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有积分路径无关的话 我们 就 呃 怎么说呢 那我们就要计算曲线积分 就嗯 有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了 与积分路径无关 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些特殊的积分路径 去计算这个积分路径 积分曲线 而算这个 呃 曲线积分 那么 计算的方法有有 其实除了这个 我们选的这个积分路径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呃 曲线论的基本定理 呃 曲线积分的基本定理来算 那 这里我们就不再去 呃 详细的解释了 所以积分 与路径无关的条件 就是这几个 一个是 呃 这个 向量场本身是保守场 还有一个就是 沿任一个必曲线积分是为0 这个我们用 呃 沿任意必曲线积分为0 我们可以用这个0公式来算 那么在三位的话 我们可以用二位的公式 啊 用stocks公式去去证明 那我们以后 这个我们以后再碰到的 我们再见 是 那 谢谢大家